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的简单 五花肉 然后呢 准备点辣椒 蒜头 青苞菇 蘑菇 当然了 这个蘑菇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蘑菇也可以 就是说 不一定要选择这种蘑菇 其他的蘑菇也都可以 然后就是生菜 转肉吃的生菜 还有就是准备一些这个酱料 酱料 然后首先 首先的话 我们需要先把葱 这个葱需要先处理一下 因为什么呀 因为吃这个五花肉的话 这个葱丝呢是很重要的 吃烤肉的时候 这个葱丝啊 要拌一下 这个葱丝等一下我会拌一下 然后呢 现在呢 我需要把这个葱丝啊 先处理一下啊 那大概准备两三颗 两三颗这个葱就可以了 这个葱的话呢 比我们平时切的这个葱 葱段的话呢 差不多要长一倍啊 长一倍就可以了 这样子啊 来看一下啊 这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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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用啊 那我们差不多需要两根啊 需要两根就可以了啊 这样啊 稍微长一点啊 稍微长一点 好的 然后 切好的这个葱丝啊 我们把这个葱丝啊 把它这个芯啊 把这个芯啊 芯拿出来啊 芯拿出来 然后 好 每个葱都是这样子啊 每个葱都是这样子啊 对折一下啊 把它对折一下 这样子对折一下 然后呢 把它切成细丝啊 嗯 同样的啊 这个的也是一样啊 对折一下 对折一下 然后呢 我们把它给切成葱丝 啊 葱的芯不要啊 把葱的芯去除啊 葱的芯去除 然后 然后呢 把这个 我们只要这个 只要这个 只要这个皮这一部分啊 皮这一部分 然后呢 可以呢 可以把几个啊 把几个啊 把几个这个啊 把它叠在一起啊 叠在一起 然后 把它对折一下啊 对折一下 然后呢 这样子去切啊 好的 葱丝 我们就切好了啊 葱丝 我们就切好了啊 这个葱丝就切好了 这样子啊 切好了 葱丝的话呢 要用啊 要用这个 要用这个 这个凉水啊 用这个凉水啊 我们把它给浸泡一下啊 浸泡大概差不多10分钟啊 10分钟到15分钟就可以了 主要是把这个辣的啊 这个特别辣啊 如果吃的话 特别的辣 然后呢 用这个水泡完之后呢 葱丝呢 会变得非常的挺啊 非常的挺 然后呢 吃起来也是甜甜的啊 就是辣的味道呢 就把它去除了啊 在准备葱丝的这个时间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炭火给烧起来了 好不好 我们现在去烧炭火 我们现在就把火升起来啊 把火升起来 下面呢 这上面是炭啊 我们下面放了一点 放了一点木材 啊 我们在生炭的这个时间呢 我们就可以准备 准备等一下拌葱的这个原料了啊 马上啊 马上把这个 把葱拌一下啊 火马上就起来了 我马上就可以吃到烤肉了啊 啊 外面的炭在烧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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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们里面呢 也可以准备啊 准备啊 准备 那这个葱丝呢 那这个葱丝呢 那已经是都挺麻起来了 你看 都已经是摸起来也比较挺实的 然后呢 感觉脆脆的啊 感觉脆脆的啊 啊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啊 用这个啊 用这个 漏把它漏掉啊 把作业的水分漏掉啊 这个的话 一定要自然漏掉啊 一定要自然漏掉啊 一定要自然漏掉 千万不要用手去去这个挤压啊 挤压啊 然后那葱的形状呢 也会变的啊 就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准备这个葱丝的这个半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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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准备这个葱丝的这个 上油啊 我们来 啊 一一汤匙 醋啊 这个白醋啊 三分之一勺啊 就可以了 放一点点盐啊 盐要放一点啊 糖呢 也来一点点 辣椒粉呢 我们选的是这种 稍微细一点的啊 没有辣椒籽的这种 然后 颜色呢 主要是比较好看一点啊 来 来 这个要来 来一勺啊 来一勺 芝麻来一勺啊 来一勺 把它搅拌均匀 差不多已经搅拌均匀了 然后呢 放稍微放一点点这个香油 差不多这个香油的话呢 我们也是要放的 跟 如果是用勺子的话呢 就是刚好一汤匙啊 放一个一汤匙啊 就可以了 好 差不多 然后把拌好的这个葱丝啊 拿出来等下备用 这个在韩国吃五花肉的话呢 这个是离不开的啊 这个一定要是 要拌的啊 拌一下 这个是离不开的 好 这个同时 我们就拌好了 拌好了 来看一下 啊 颜色啊 刚好 然后呢 口也是刚好的啊 然后我们就准备炭啊 开始烤肉 好 哇 这个火啊 烧得太好了 啊 由于这个温度太高了 我们加一点水啊 这个下面一定要带个拖盘呢 温度特别的高啊 啊 碳烤的话 这个网还是很重要的 现在的话 我们就可以 烤肉了 烤肉都是相对来讲的话 肉片特别的薄啊 特别的薄 然后 烤一下的话呢 就 烤一下的话就可以吃了啊 然后如果是这种碳烤的话呢 这个五花肉的话呢 最好是这种稍微 厚一点啊 厚一点 这个口感的话 烤出来的口感就特别的好啊 特别的好 所以说这个玄武华肉的时候呢 一般在这个肉店的时候 我们都会问啊 这个 会跟这个 卖肉的去讲啊 我要用炭火去烤 所以说呢 它呢 这个肉的切的时候呢 就会切的 会厚一点啊 这个温度看一下啊 现在的温度已经很高了很高了 我们就可以放上来了 放上来 然后呢 放上边 这会要不停的翻啊 不停的翻 蘑菇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放在边上啊 一起烤 跟肉一起烤 也是稍微片的厚一点 厚一点 可以的 这个还是要小心点 火还是很大的 放弯位置 烤肉的时候不要急 感觉火挺大的时候 就是翻一翻 然后给它换一下位置 就这样就可以了 你看这个肉现在 麦香越来越好了 越来越好了 这个油几乎都烤出去了 这个肉的颜色已经出来了 味道应该现在可以了 肉已经是要差不多全熟的时候再来捡 因为什么呀 因为捡的太早的话 它这个肉汁全部都出来了 口感不是很好 你看现在已经是差不多是八成熟了这样子 我们把它给捡开 捡开 捡开以后呢 再烤一烤就可以吃了 那我们来 来个烧酒 现在就可以了 我们慢慢烤慢慢吃 然后喝上我们的烧酒 把我们的烤肉酱 把酱打开 量一下 品尝一下 好 来个生菜 来个生菜 然后呢 来个生菜 来选一块肉 选块肉 哪块肉呢 这块肉 这块可以 来一块肉 然后呢 放点这个葱 我们刚刚拌的这个葱 这个葱 可以放一些 然后呢 喜欢的话呢 也可以 其实这个辣椒 辣椒的话和这个蒜柱 我们也可以切 可以切 那我喜欢 平时喜欢是这样子 直接吃啊 嗯 然后 烧起来 这么吃啊 就可以了 嗯 嗯 嗯 非常好 这个烫火烤就是比这个煤气烤 不要好吃啊 口感特别好 这样慢慢烤就可以了啊 一块一块了 然后最重要的啊 我们烧酒 来 嗯 大一点的份子 我们可以放在上面烤 烤一烤 吃厨子也可以 不喜欢是生的蒜的人 我们可以烤一烤吃 嗯 这也可以 这也可以啊 嗯 肉也差不多了啊 酒也差不多了 然后 后哥呢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分享到这 然后我希望大家能关注啊 关注我的这个视频 后面的话后哥还会不断的推出一些新的视频 我会大帐篷 然后呢 会做美食啊 会做美食 希望大家能关注我好不好 那今天就到这里啊 感谢大家的这个观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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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